今天是8月19日 是上年期的二十周星期三 天主圣言在抗疫中的希望 也是我们每日生活 信心和力量的全员 以来让我们细心聆听上主 藉着《八六苦心》第20章对我们讲说话 那时候耶稣给满吐 讲了这句譬喻说 天国好序一个家主 清神出去为自己的葡萄园固用工人 他与工人已定了一天一个得纳 就派他们到葡萄园里去了 若在第三时辰又出去 看见另有四人在街市上行纳着 就对他们说 你们也到我的葡萄园里去吧 凡照公义改革的我必给你们 他们就去了 若在第六和第九时辰 他又出去了也照样作了 若在第十一时辰 他又出去看见环有四人 站在那里就对他们说 为什么你们站在那里整天行纳着呢 他们对他说 因为没有人雇佣我们 他及他们说 你们也到我的葡萄园里去吧 到你晚上葡萄园的主人 对他的管事人说 你叫工人来分给他们工资 由最后的开始直到最先的 那些若在第十一时辰内的人 每人领导一个得纳 那些最先固用的前来 心想自己必会多得 但他们也只领导一个得纳 他们一领导就抱怨家主说 即使最后固用的人 不过工作了一个时辰 而你竟把他们与我们者 整天受苦受益的同等看待 他回答其中一个人说 朋友我便没有规乎你 你不是和我意定了一个得纳吗 那你的酒吧 我愿意给最后的和给你一样 难道不许我 那我所有的财物 是我所愿意的吗 或者因为我好 你就眼红呢 这样最后的将成为最先的 而最先的将会成为最后的 失业没有什么做 这个问题的事都存在 特别现在这个新冠病毒 令到很多人失业 其实耶稣时代 都有失业这个问题 所以耶稣用这个具体生命的例子 来去讲他想讲的事 我们想想做了整天工作 工资和只是做一小时的工资一样 很容易我们以自己这种所谓正义 来表达这个愤愤不平 根据这个世界的逻辑 工作长一点的人应该收多一些工资 这个是我们普通想法 第一批工作的人 晨早六点钟开工 在这个晚热太阳之下 生活了差不多十二小时 他只是得到一个得纳 这个是当时普通的工资 不过最后那个只有一小时得到同样的工资 我们人很自然反应 觉得好像很不公平 但我们没有想过耶稣所讲 关于天国的譬喻 恩宠多少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定的 是有天主自己自由定的 其实有没有一个人是值得从天主得到恩宠的 我们所拥有的东西 其实就算我们的生命 都是天主无条件给我们的 我们为天国工作所得的回报 远远比所付出是多 在葡萄园工作 就是在天主的国度工作 其实不是一个负担 反而是一种名谣来的 如果我们能够早点回应 这个不是不幸或者徒劳无功 反而是一种光明 如果我们迟些回应的话 也是一种光明 有一次在神学院里毕业 要考试只有两条题目 第一条题目 你认为魔鬼是怎样呢 麻烦你写下你和魔鬼争斗的经验 第二条问题就是 你心目中的天主是怎样呢 都写下你经验和天主同在的经验 那些考生收到之后 第一条题目 每个人立刻开始提笔写 由于在这个细座里面 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誘惑痛苦 煎熬斗争烦恼这些经验 所以很多人写 结束时间的时候 校生正意识到 还有第二条题目 剩下很少时间 写了和天主的关系 到公布成绩那天 一打开成绩表 几乎每一个人都不合格 除了一个同学 得到满分 大家很好奇 他首先写什么呢 过了没多久 他们发现他写了第一条题目 而是写得很少 反而第二条题目 他将他和天主的认识很认真 写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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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 到最后的时间 第一条题目他只是写两个字 就是没有时间 原来 我们很多时生活当中 将太多时间被了魔鬼 双目词都定睁在负面上面 在罪恶上面 在我们的骄傲、情绪、虚荣、贪心 我们的愤怒时 都冲塞着我们的头脑 我们的人生根本是很不合格的 我们时都快 太多时间被魔鬼 所以没有时间注意天主的微善 这个世界当然 每天都有很多丑陋的事 但如果我们时都为了抱怨、奋恨、失望 我们一生就在这种魔鬼的掌握当中 但如果我们能够全心全意 把目光放在天主身上的时间 其实这个世界都有美好的一面 我们都可以抹在幸福当中 到时我们对魔鬼一句说话 没有时间给你 所以我们的教友里面 有两条题目 我们都要回答 但刚才有满分 问题我们视乎 究竟选第一条 还是第二条 我们一起祈祷 人质上主的生活当中 我们是一个选择 若能够懂得选择 你要我们走一条路 能够有力量去拒绝 不应该走一条路 你是天主 永生名王 对吧 祝福大家能够做一个明智的选择 做一个积极的人 天主保佑